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潮汕 一定要做这十件事 下飞机 别急着离开街养 来碗白切鹅果条汤 加猪皮和鹅蟹 清甜爽口 好吃上头 抽一天时间去汕头的南澳岛 岛上海鲜丰盛 皮皮虾 灯光鱿鱼 螃蟹 简单烹饪 即可成就美味 到市区打卡 有汕头字样的建筑 漫步小公园的民国骑楼群 街边的水果 高果 蚝酪 果汁冰 无米果 好吃平价 还不采美 肠粉 不用去网红店打卡 路边随便一家都很好吃 你不会还不知道潮汕毒药吧 走进一家本地人都会去的路边大排档 感受一把海鲜的生猛刺激 记住 第一次不宜多吃 别忘了留个胃给牛肉火锅 雪花 五花纸 吊龙 吃人 吃饼 通通all in 认不清 没关系 会吃就行 去潮州排坊街 感受古城的文化历史 入夜 吃上一顿 鱼生 品尝 从先清时期 延续至今的 美食文化 多吃 稍稿 吸引小绿 雨 散